早 今天呢讓你們來陪伴我度過 就是我平常日常的一天 那我等一下第一個行程呢 就是要去攝影棚拍攝 就是拍一些網美照放在 就是IG啊或是FB這樣 就是工作照 反正總之呢我第一個行程是要拍照 那拍攝的話放棚拍呢都要確保就是每個東西帶到 不然呢就是旺季一樣的話呢 就會很麻煩因為你也沒辦法回家 因為攝影棚離我家實在是不是很近 然後跟要拍攝的衣服 就是一定要配好戴好 這樣子然後每次拍攝 就是連brief都要戴好 就是這次的拍攝的重點啊 然後團品要怎麼擺啊 或者是照片的背景的顏色啊 衣服的顏色其實都有被規定到的 因為我們本身斜槓青年 在這邊跟你們嘴炮之餘 還是有身兼網美的身分所以 其實我們做的事情真的是蠻多的 還有主持Podcast然後錄YouTube 然後有時候去主持活動 就是不是斜槓青年而且 邊說邊講我最近發現 我這個人帶點表姐服務的業務範圍 真的越來越廣泛 因為很強就是聽客戶 抱怨他們的感情或是婚姻 或是真的有真的有 就是你知道 譬如說他跟不太恰當的人出去 但是不方便被另一半知道的話呢 他就會說我跟表姐出去 天啊我服務的業務範圍也太廣了 我真的 我真的是斜槓青年斜槓很徹底耶 一定要記得要帶這個小袋袋 因為裡面有我的必用的產品 因為我很多天沒洗頭了 但希望Doris我的化妝師 不要殺我 然後通常就這樣整理好一整袋之後呢 帶著去 然後通常拍攝之前我也會服你 不過等一下就可以拿掉 可能你會問我說為什麼不把拍攝也穿在身上 因為就是怕吃東西幹嘛弄髒了 所以都到最後一秒才換上去拍攝 好啦那我等一下呢就要出門囉 好 每次要拍攝之前呢我都會有點心虛 因為我今天 又不洗頭 我有四天沒洗頭 對不起 又不洗頭 對不起我真的很麻 我真的很麻 我最主播到大概都幾點了 而且你的頭髮都是一條一條的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如果拍是那種 好萊塢有所的那種造型的話 你覺得就 就很適合嘛 就會剛好耶 欸我跟你講我今天在這種日子啊 其實這個是我一整天 但是這一整天當中 居然有乾媽要自助 所以我才能付你錢 謝謝謝謝乾媽 所以才能請換 謝謝乾媽 謝謝乾媽 乾媽乾乾乾乾乾乾媽 乾媽呢是 一個很有名的 英國的乾洗髮品牌 叫BITX 因為我是染抗受損髮子 所以 你看看我的頭有多油 你給他一條一條的 你那一條一條的 是真的有油耶 你那一條一條的頭髮 是真的哪邊最油 還是十多 沒有就是都一條 這邊光澤 真的 這造型會做起來 這邊就很油 頭頂都很油 完全沒上任何髮品 是他自己天然的優質 那如果我現在走好萊塢 就是星光大灶的話 可以就直接做我的頭髮 我噴一下 一層一層噴 其實我以前用過很多乾洗髮 因為乾洗髮是我人生很重要的影響 以前用過乾洗髮 那個粉末過白 就是它不會很乾淨 不然會有點像頭皮 但是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用了一陣子 我覺得它粉末就是 很細緻 是剛好的 它有一種會太涼 因為我坐月子的時候 我想說 啊我要坐月子不能洗頭 就是頭皮會受涼 所以我就去買了乾洗髮 某一個品牌 結果一噴 天啊 就是比我洗頭還冷 沒有洗頭 對 那我還不如去洗頭 像這 像這媽媽的頭皮 要是受風喊的 也太涼了吧 何苦呢 何苦呢 有些把他這邊 有些真的很涼 想說那是酒精吧 我問你喔 你有遇過KL的頭臭 除了我之外 比較少 15嗎 15嗎 嗯 那妳遇過頭臭的嗎 因為我們戴口罩 喔好像也只有我而已 講一講就是我自我介紹 你幫我拍的好累 然後你看噴完之後呢 就手這樣撥一撥 我這邊呢就 立馬變霧面了 而且他味道蠻好聞的 味道蠻好聞的 因為很多乾洗髮 味道蠻怪的 對那味道是很優雅的 好 現在呢 有點良心了 就可以開始做造型了 剛剛因為我是極致修護粉 然後裡面是有腳蛋白 所以腳蛋白也是個很好的護防 好可以做造型了 來吧 我剛剛頭頂很油 現在就是 欸現在是蓬鬆的這種菜 現在是蓬鬆的 對啊 剛來真的是 我真的四天 因為今天是週五 我知道很多天 我知道很多天 他在這邊要講光中文壞掉 因為我爸就是這禮拜住院 然後 結果他開完刀之後 他沒有進衛生統一 就自己自行 就是check out 自行出院 你知道老人真的是 很聽話欸 開完刀的隔天 就隔兩天 但是根本就還不行啊 然後他就自己 就死命衝回家 然後想說好吧那就這樣 我看他好像胡亂跳 結果後來當天晚上 又不行 然後又在做 對 然後所以他現在就是在接著的事 好我現在呢 做好造型了 然後每次就是要在上場之前 因為就是你知道 專業造型師 他們都會很在乎 就頭髮 碰不碰這件事情 所以先有個髮夾這樣夾著 然後我現在 把髮夾拿掉 因為我要去拍攝了 那因為我真的太多天沒洗頭了 他在旁邊動 我真的有點害怕 那我個人就是 其實私心最愛的是這一款 是因為他是所有 四款裡面就是 最膨 而且他還有一點點 就是微微的 就把你頭髮這樣撐起來的感覺 就一點點 因為他也不是造型 個人其實私心最愛就是 這一款 就是以我們這種 很常很多天不小心 一個忙碌就被洗頭的話呢 他就是會更能吸附那個 頭頂上的油脂 然後這款風液蓬鬆 款的裡面就是還有 膠原蛋白 所以你在乾淨的把通時呢 其實他還是 有一些就是保養成分在裡面 但你知道嗎 重點是 因為我之前就有用 我之前個人就有買 就是他沒有改這幫助解 他上面還寫一個禁語去寫說 用本產品 就是本產品就是乾洗髮 請勿就是替代原始的洗頭 就是你記得還是要洗頭 我想說 天啊到底是誰 誰比我還懶惰 怎麼會有人 噴在乾洗髮 然後一輩子不行 然後後來一次一次 因為我就是乾媽來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電話 我就說真的 我說你們那禁語也太荒唐 到底是誰就真的用這不洗頭 他說喔有啊 他說國外就有很多人這樣 所以他本來特地加上這個禁語 我說哇有人比我更難欸 所以我現在頭髮就是 很蓬鬆 很蓬鬆 我個人就是私心最愛 就是這款風格蓬鬆的款 那我現在要去拍攝 我們現在來按摩了 這邊女子剛剛做得很嫵媚 有那種 剛剛有那個A片技術感對不對 欸他這邊還有那個 對啊 他這Dactor 他這Dactor Joe 真的耶 那你呢你呢 秋哈 秋哈 真的是農副耶 今年的番茄盛產吧 這就是天然的修塞 欸真的耶 你要不要自己往前嗎 你剛剛往後都修塞 欸我跟你講這樣就沒了 真的別的事了 我都做了 欸真的 所以臉圓的都應該買 極致修人 搞屁什麼 就臉圓的都應該買啊 然後這樣子 好啦我們等一下 要進行 今天是兩小時按摩 那一種時間太大了 那是誰要自己去 很久沒按摩了 總算有時間休息 好等一下要進去按摩 而且那我們今天的伸展拉筋都沒有做嗎 對啊 你摺 什麼 他說他剛剛說什麼 他就說什麼動作都可以做嗎 什麼動作都可以做嗎 哦伸展拉筋可以做 可是 姐姐你摺得動嗎 姐姐 姐姐拉完他自己要被拉 姐姐說啊 姐姐拉完 幫我舒緩一下我的背 好像是九十三 這樣做的上一個客人好像有點受傷 對 姐姐拉完要再付錢買 自己的課程 你這方面借我一些錢嗎 因為不想要派殺手殺死 你後面那個 我們現在在炒什麼 我們在炒就是房間的溫度 就請他開了 因為我給你拿一個胖子 就是我們在一起了 就是會有這種問題 對因為Doris要最熱的溫度 欸現在外面四頭四兩年 然後大概三十八年 然後我們只要開一點嗎 對啊 也不是很慘 然後楊貴妃要最冷的溫度 對 蛇丸 你就跟蛇丸啊 你就跟蛇丸一起睡就好 蛇丸的房間 蛇丸的房間 對蛇丸的房間就是妳的房間 蛇丸的房間就是妳的房間 蛇丸的月何間 對 蛇丸的月何間 他們解散了嗎 哈哈哈哈 真的很緊吧 對啊 解散了我們一定組一團耶 跟蛇丸團名叫什麼 我們就叫蛇 蛇君嗎 我們叫蛇君 對蛇君 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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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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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按完了 剛剛 真的很想偷看她欸 你有偷看嗎 我有偷看嗎 我也有偷看啊 我覺得我們就把那個遮掩毛巾弄 我跟你講我把遮掩毛巾弄 就是想說偷不離開 偷看她 有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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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手去用油壓 所以我現在要噴的是這個 Betisse的輕盈樓順款 然後它輕盈樓順款裡面是有 椰子油的成分 就是蓋子髮的 香味有聞到人 它有一個香味 然後它裡面這個椰子油 因為椰子油其實是對頭髮很好的成分 然後 但是因為你知道 那時候我也想說很糾結 想說奇怪這裡面 我要乾洗髮還是加椰子油幹嘛 對不對 重點 沒事沒事 沒事完全沒有 椰子油就是裡面附屬的一個成分 然後你現在就是 照常就是輸它 然後 讓殘留的椰子 也會讓你頭髮就是可以暴濕 然後有彈力 因為椰子油是對頭髮非常非常健康的 因為它有一個成分叫什麼 一個叫中間脂肪酸的成分 就是讓護髮的小肚子 更深層的成分 其實你看這樣然後就變化 然後像這個椰子油這邊也會變化 這樣不停萬種 沒有沒有 是異性會喜歡的味道嗎 異性是誰 異性 喔真的嗎 是異性喜歡的味道 其實也是可愛可愛的那種味道 真的 對 異性 異性就男人男人男人會喜歡 所以如果你按完抹 然後頭髮有的困擾的話 你就可以把乾洗髮帶著噴 然後你就可以去下一個場子 就不會頭油油的去了 那我現在就是挺乾爽 現在把這個 對 把這個粉要剝一剝就好 把這個粉剝一剝 好啦 我現在我們要去下一個時間 要去吃火鍋了 現在來吃火鍋看一下 天天吃 火鍋公主 對 火鍋公主 我這樣說火鍋公主 對啊 五天去啊 五天去啊 我們去三天吃火鍋 第三天 真的 媽媽吃飯嗎 欸我問你喔 你那個帽子 目前有人懂不懂嗎 沒有人懂 我覺得你要跟 就跟社會大眾 反正我少少的二十幾萬粉絲 你跟他們解釋一下這個帽子是什麼 那帽子中就是呢 它可以讓你覺得 其實髮有變小的變小的變小的 也 那麼興趣 有嗎 修容的帽子 是修容的帽子耶 而且那個3C的SORA有戴 對 就是 台灣SORA 台灣SORA 對 沒錯 台灣SORA 台灣SORA 對 沒錯 沒關係 我也支撐台灣 韓國Pony台灣 Danny 韓國Pony台灣Danny 它有亞洲歐布啦 你超多的 它有J肉 他們一直在靠我們吃 很鹹 很鹹這件事情 還有吃很燙 等一下我先 真的很燙啊 等一下我先 就大家拼拼力 就是這個 好 就是我們三個很熟 我們才會這樣 但是 就是 如果醬子喝一口 我會吹一下 再喝會很 會很燙嗎 你五次吃看 吃十下我都會覺得很燙 真的嗎 然後這樣咬 咬響之後 我還在這邊咬一盒 散咬響 再把它喝起來 才能喝嗎 所以我咽喉我來的吧 我咽喉我來的 而且我喝下去會覺得 好燙啊 真的嗎 這行為很荒唐嗎 會很荒唐嗎 對的咽喉耶 對的 就好像不要吃太燙 大家不要吃太燙 真的很燙啊 不要不要吃太燙 今天點的就是 真正兩盤的肉 然後兩盤肉非常滿 然後你 Gory是吃 兩片 我吃三片 然後我發現原來我吃了 真正兩盤的肉 對 今天是空盤的狀態 而且是 第2盤 而且那個肉是很滿的 而且只能吃了4塊半 沒有4塊 3塊半 4塊啊 4塊我兩個都各吧 一小口就很快 那就是3塊半 我就是吃3塊半 這也是我 我不是想說什麼 不是鵝羊貴配的朋友 身經理石的老闆 對 身經理石的老闆 要調他的那個 這一次像是 金蜜湯嗎 綠拿鐵 反正綠拿鐵給我喝 我覺得在電話裡面應該想說 嗯 我覺得對啊 我覺得我現在因為我食慾很嚇 我就覺得我吃不太嚇 因為我一起吃過一隻飯 對 因為我跟那個老闆一起吃過一隻飯 他就說 可是我那天看你吃火鍋 吃得好像蠻多的 然後我覺得你食慾好的時候到底是怎樣 對 然後 然後 而且他很有理話 他還說 可是 你那天吃火鍋的時候 好像 吃得蠻多的一點 然後他 他的口氣就是 對小金蜜 他怕惹王黃的生氣 你知道 然後我就想說 欸怎麼會這樣 我想說 沒有啦 我媽說我媽煮飯 我媽去問你怎麼很難吃 所以 平常我在家吃飯我都沒有食慾 可是男的我一周出去吃一天飯 我覺得食慾很好 所以我覺得我那天很好吃 他說 喔喔喔 我相信了喔 沒有 那個喔是很 很為難的喔 而且我們每次出去吃甜點 你都是一個人吃三人份的甜點 三人份 我都會吃三塊蛋糕 三人份的蛋糕 都會吃三塊蛋糕 我跟你講 曾經 我們不是這樣做會錄那個 大胃王比賽嘛 然後我就吃水餃好像吃2、3顆 我就說很棒棒 可是... 然後下面就有人說我很多多 我跟你講你們現在看到 我跟你說我們... 我跟你講 他不喜歡吃鹹食 因為我們一起去日本出差的時候 日本飯店都是寶貝 可是你知道 他只好第一道到最後一道他都吃天 對對對 沒有到第一道... 他連飯他都不吃喔 沒有到第一道最後一道好不好 是嗎? 我忘了 所以我今天總算重新認識吃了 但是我... 像是水餃我就不喜歡吃 所以我已經吃了很少的 那你就不喜歡吃鹹食 對啊 也沒有啦 那兩杯肉 那兩杯肉也是我吃掉的啊 那我最喜歡吃我喜歡吃東西可不可以 我今天認識自我 而且他一直以為他自己很笨合對於吃 對 但我沒想到一點都不 真的 四挑子的我覺得很好 我知道我平常就故意挨餓挨太久 然後就遇到該吃的時候 你迷信不都挨餓 你迷信不都喝黑咖啡 那你也沒有在喝黑咖啡 少 你喝那個... 抹茶碟 咖啡 吃我鍋吃到一半 其實前一個的那個控油效果很好 但其實如果你吃我鍋吃到一半 就是你頭覺得油的話 你遇過的時候 你可以到另外一個地方 就稍微先噴一下乾淨吧 來試配一下這個BITES 這個是水亮瑞瑞的 然後是隱形配方 然後它裡面呢有酪梨油 看一下它隱形配方 欸真的也沒有白白的耶 對它完全是隱形配方 那酪梨油有豐富的就是蛋白質 維生素跟礦物質 所以 我對瘦水的法質也是非常的適合 那個隱形配方也都不用補太了 所以我現在頭頂非常的蓬鬆粉 所以如果你約會的時候 怕就是到一半的時候 因為以前我妹妹頭頂還更有感觸 所以你就可以配一下 不過因為我今天收工了 所以我整個是非常邋遢的狀態 是我真實的一天 收工的KOL 我啦我個人是個邋遢的KOL 然後這個呢我覺得重量也蠻輕的 所以放來包包就也OK喔 好現在到家了 所以今天是偷偷放一個下午的假 那到家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像等一下要跟品牌開會 因為明天直播 所以資訊非常多腳本很長 所以這都是要 要讓過跟稍微背起來跟了解 然後還要打 文案 並文案 然後直播的照片要拍好 然後直播文案 然後還要先預設發文 然後還要 希望明天上線的東西 要對 反正就是很多瑣事 對我覺得 網紅的人生就是 非常非常多瑣碎事情集結而成的 大家很愛問我說 你今天在忙什麼 我真的會回答不出所有人 因為不能像明星就說 我最近在忙拍電影啊 忙出專輯啊 沒有我們就是KOL 太多瑣碎事 我們就不停的斜槓 所以我每次都會很難回答說 你到底最近在忙什麼 所以今天應該要忙到 現在是九點 應該要忙到兩三點 那現在在幹嘛呢 現在就在檢查 今天上線的東西 有沒有 好看啊 合理啊 本來馬不停蹄 燒腦燒了兩個小時 然後等一下希望可以趕快去洗澡 然後睡前讀一點書 因為我睡完肥皂 然後呢 可以趕快睡覺 明天又要大忙一整天 我覺得這邊工作這麼忙 外人真的會很難理解我們背後到底在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麼忙有個大好處是 我脾氣變得很好 因為我真的太忙了 導致我以前脾氣很差 會發脾氣 但現在都不會發脾氣 我現在就是完全 我覺得我現在是上人 我真的完全是上人 因為太忙了根本沒有辦法發脾氣 然後覺得喔好隨便啦 就喔都OK這樣 如果說 要問我說這份工作帶給我最大的幫助 我是覺得我脾氣變得超好 這算是幫助嗎 但我就覺得我好像成長了 然後只是這份工作會有點孤單 就像我一個人就很常就住在這邊 然後自閉的做所有的事情 就是沒有什麼同事 不過有好有壞 就是不會有人煩我 但我後來就可能覺得 欸常常一整天覺得好像 除了錄影之外 然後都會沒有什麼講到話 好啦那今天這就是我的一整天 其實坦白說因為我很少拍Vlog 所以我也不知道這支影片說出了怎麼樣 那就希望你們還是可以訂閱一下喔 那我們下次見 我總算要去睡覺了 Bye 不過給你們看一下 頭髮是很乾爽喔 而且我覺得乾洗髮最棒的是 因為我們這種人就是真的很累 工作繁忙 已經每天都坐超過12小時 然後花那麼長 我真的沒有辦法就是 每一天或是每兩天就洗頭 所以乾洗髮真的會是我 兩次洗頭髮之間 消除就是我 很油的這個髮根 我覺得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幫助 謝謝順便給你看一下 真的是 用到蓋子都不見 這之前 還沒有改版之前我就有了 好啦謝謝乾媽啦 也謝謝你們囉 希望你們可以跟我一樣賣相了 蓬鬆的頭髮 下次見囉 Bye Bye